這段影片和大家分享 在更新到iOS14系統後 如何隱藏iPhone主畫面上的APP和頁面 當然這段影片屬於新手的教學 如果你已經不是新手的話可以跳過這段影片 首先 你可以按住桌面上的任何一個地方 然後把你要隱藏的APP集中在一個頁面 你可以一個一個移 當然這樣很沒有效率 你可以照以前教過的方法來移 一次移很多APP 點 點擊你想移動的APP 一次移動過去 接著點擊下方的頁面分頁 把你想隱藏的頁面的打勾 去除掉 然後回去 剛剛隱藏的頁面就不見了 如果你想讓它重新顯示的話也很簡單 按住桌面上任何地方 再按住下面的分頁 按一下 然後 再把它打勾 再回來 剛才這頁又重新顯示了 好 好 先讓我來幫大家 好 嗯 好 我來幫大家 我來幫大家 我 Holiday